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居之过隙,忽然而已,一眨眼,不知不觉就到了退休的年纪,进入到了退休生活,生活仿佛变了个样,没有了工作的烦扰,生活瞬间清静了下来。 但是,退休之后,我们对待生活,对待身边的人和事,还是不能过于随性,依旧要谨言慎行,跟人交往的过程,也要注意一些问题,避免受其影响。 退休之后,请远离身边这几种人,才能留住晚年的福气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国学论坛,视力演亲戚,人在风光的时候,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亲朋好友。 大家看你过得得好,想在你身上占点便宜,就会一直缠着你,巴结你,奉承你,你觉得他们的存在满足了你的虚荣心,觉得他们是你混得成功的证明。 于是时不时就帮衬一下他们,你还天真的想着,将来有一天,自己也会有需要他们帮衬的时候,现在这么做,也算是为以后铺路了,可是,你终究太高估人性了。 当未来的某一天,你真的落魄了,风光不在了,需要他们的帮衬了,你会发现他们躲得比谁都快,根本不会再把你放在眼里,也不会再记得你曾经对他们的好。 这样的人,其实就是典型的视力眼,他们眼里只有利益,没有感情。 太过视力的人,做人做事没有原则,更没有底线,他们三观不正,也没有最基本的道德感,甚至连是非都不分,跟他们相处,你只会过早地看清人情冷暖,看清人性的复杂与现实。 而白眼狼也是一样的,他们会不断地刷新你对于人性的认知,不管你对他有多好,他都不会对你有感恩之心,反而理所当然,且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,似乎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,谁让你那么心软又心善呢? 可心软和心善,本身不是一种错,真正错的是那些厚颜无耻的小人,所以不管是视力眼还是白眼狼,这样的人都要尽量躲远点,别试图跟他们讲道理,也别试图改变他们,没用的。 恶独得邻居 古时候,孟母三千,为了让年幼的孟子多读书,不要学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,现在,中年人也会迁徙,为了孩子读书,或者为了更好的工作,退休了,我们还要迁徙,显得不太合适,也有人用古训来说服人,六十不见乌,七十不天一,不要总是用古人的那一套。 现在的人,活八九十岁,很正常。 当我们退休了,发现周围有很不友善的邻居,动不动就吵闹,日子会很难受,每天把门关起来,不到小区里,也不是办法,邻居之间,难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,在有条件的前提下,退休之后,重新找一个地方居住,也不是不行,去乡下,去另外一个小区,都行。 若是你没有能力搬家,那就注意和邻居保持距离,少聊天,互不麻烦,别在小区群里说话。 与此同时,我们还要团结那些友善的邻居,让恶毒的邻居无地自容,世上还是好人多。 正能量总是会赢到最后的,只会消耗你,坑害你的酒肉朋友。 酒肉朋友的存在,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,你永远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炸开,炸得你面目全非,再也翻不了身。 平常,它会静静地埋伏在你的身边,你们经常一起喝酒,一起吹牛,听着它对你一句句的奉承。 你会觉得内心飘飘然,仿佛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混得最成功的一类人,所有的虚荣心都被满足了。 当你放下戒备,对它表现出完全的信任时,它就会拉你投资,带你做项目,你以为它把你当朋友吗? 其实不是,在它心里你,只是一块随时带宰的肥肉,只是一个冤大头,生活中有多少人,都是被曾经的酒肉朋友坑害的,他们带你投资,带你赌博,你以为你能一夜暴富,实际上很快,你就会血本无归且负债累累。 结交这样的朋友,对你没有任何好处,他们只会消耗你,坑害你,唯有懂得保持距离,才能让自己独善其身,避免被荼毒。 勾心斗角的同事,总有一些退休老人,没有活明白,还常常是不好意思拒绝,一些老同事邀请聚会,加油喜事,邀请帮忙。 都不会拒绝,还和上班那时候一样,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刘大爷,退休之后,听说老上司家嫁女,就主动去帮忙,不仅招呼客人,还开车去车站接人,忙碌了几天之后,老上司连汽油钱都没有给,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 刘大爷在家人面前说了很多抱怨的话,老伴说,你活该呢,把自己当成职工了吧,一把年纪了,和谁不是平等的,不管你曾经在什么岗位,上司是谁,你退休之后,就是一个普通人,站在你面前的人,也是普通人,不把职场上的职位制度带到退休生活。 在你我应有的自律,退休之后,一个人在职场,或者在单位的影响力,虽然会有所下降,但并不会完全消失,所以有些人看你还有剩余的利用价值,就会继续压榨你,不停地找你帮忙。 但是有些忙,你是真的帮不了,也真的不能帮,可他们理解不了,你要是不帮,他们就会认为你不近人情,不给他这个面子,可是你有什么义务,非要给他这个面子,他到底是谁呀? 这种摆不正自己的位置,反倒只会给别人添堵的人,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人,你没必要太顾及情面。 所以我劝你,离那些只会利用你的老同事或老同学远一点,你跟他们走得越近,你晚年的生活就越是不安宁,他们对你没有真心,只有处心积虑的利用,你没必要去当这个工具人。 哥德说过,谁不能主宰自己,永远是一个奴隶,余生的时光,都是你自己的,不要活成了别人影子,那些总是勾心斗角,要占便宜,要攀高踩低的同事,就不要理会了,就是他家有喜事,嘴里都显得多余,人与人交往,你尊敬我,我才会尊敬你,永远是相互的,若不是这样。 不如彼此做陌生人,有不良嗜好的求鬼或赌徒,如果一个人退休以后,依然有很多不良嗜好,那么他的晚年生活,大概率是过不好的了。 这样的人根本不懂得为自己负责,更不懂得为家人负责,你又能指望他身为朋友,能给你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呢? 他不消耗你,不伤害你,不拉你下水,就已经十分难得了,比如他总是嗜酒,喝醉了就会发酒疯,把整个家庭闹得鸡犬不宁,比如他总是好赌,不仅输光了多年的积蓄,还背负了一身外债,让所有家人都跟着受连累。 又比如,他总是沉迷于风月场所,完全不顾自己的家庭和名誉,还时不时诱惑你,让你跟他一起去,这样的人存在于你的身边,对你没有任何好处,还是趁早保持距离,以免被连累。 负能量得人 人退休了,本来就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了,这个时候,你要多结交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,而不是负能量的人,正能量的人会让你看到生活的美好,而负能量的人会让你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。 简单来由负能量的人是很可怕的,他们遇到问题,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 他们觉得任何事都不是自己的问题,而是外部的问题,负能量的人永远看到的都是悲观的事情,正能量的人看到的才是乐观的事情,人操劳了一辈子,好不容易退休了,应该好好地享受未来的生活,而不是和负能量的人交往,破坏自己的好心情。 这个世界不会以我们的想法来转移,它是什么样子,我们改变不了,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,改变了自己的心态人,就会变得快乐。 当你快乐了,那么你的整个世界也会快乐。 人老了,余下的日子真的不多了。 正是因为不多了,所以定要好好规划,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交往,什么样的人不能交往,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, 才能安详晚年,难道不是吗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国学论坛。